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秀妈妈 今天,一秀妈妈带大家认识两位新朋友 他们的名字叫,乒乒和胖胖 他们是两只可爱的小企鹅哟 今天呀,一秀妈妈分享的故事呢是 乒乒和胖胖钓大鱼 由恭喜打野投文,熊春,普普兰,亿 乒乒戴红帽子 胖胖戴黄帽子 他们俩是好朋友,总在一起 跳绳一起,吃饭也一起 两个朋友在吃饭团 胖胖,今天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有了,萍萍 我们去钓鱼吧 嗯,好主意 胖胖,我要钓一条大鱼 萍萍,我也要钓一条大鱼 巴哒巴哒,两个好朋友出发了 钓鱼开始了 很快,萍萍的鱼竿动了 是什么呀? 萍萍萍,是一条鱼 萍萍使劲儿拉鱼竿 可是,噗通,鱼跑了 哎,一条好大的鱼哦 萍萍觉得很可惜 才不是呢,是条很小的鱼 胖胖,萍萍萍说 不是,行 brid也可以 我回忍oire say apar鱼的肚子很大 这时,萍萍以后啊 很小,撕开鱼呢 噗通,噗通,噗通 哈哈哈哈,是章鱼 哎呀,刮通了 中国来,足ور入了鱼竿 我要在鱼竿带 哦 胖胖觉得很可惜 才不是呢 是只很小的章鱼 拼拼说 胡说 这只章鱼的脑袋很大 这时 拼拼的鱼竿动了 啊 是卖鱼 拼拼使劲拉鱼竿 可是 吃溜 鰻鱼从鱼沟上逃走了 哎 好大的鰻鱼哦 拼拼觉得很可惜 才不是呢 是条很小的鰻鱼 胖胖说 不对 那条鰻鱼的身子是很长很长的 这时 胖胖的鱼竿又动了 噗 噗 噗 是鱿鱼 胖胖使劲拉鱼竿 可是 噗 噗了胖胖一身抹只 鱿鱼跑掉了 哎 好大的鱿鱼哦 胖胖觉得很可惜 才不是呢 是只很小的鱿鱼 胖胖胖胖胖 arm 是啊 这个鱿鱼 Poland 这只鱿鱼的处趋很长很长的 这时 胖胖的鱼竿又动了 噗通 噗通 呀 是只螃蟹 乔乔使劲拉鱼竿 可是 咔嚓 螃蟹剪断鱼线逃走了 哎 好大的螃蟹哦 萍萍觉得很可惜 才不是呢 是只很小的螃蟹 胖胖说 说什么呀 这只螃蟹的钳子 非常非常大 听了萍萍的话 胖胖生气了 吹牛 你就会吹牛 萍萍也生气了 你才吹牛呢 萍萍 你坏 你吹牛 我讨厌你 胖胖 你吹牛 你坏 我讨厌你 不跟你玩了 再也不跟你一起钓鱼了 不玩就不玩 再也不跟你玩了 就在这时 嗖嗖嗖嗖嗖嗖 胖胖的鱼竿动了起来 胖胖鼓走力气 使劲拉鱼竿 使劲啊 使劲 拉不动呀 萍萍 快来帮忙 胖胖大声的喊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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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巨响 平面裂开了 巨大的鲸鱼冲了出来 萍萍和胖胖 被撞得云头转向 好一会儿 他们才清醒过来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乒乒乓乓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条鲸鲸鱼 这条鲸鱼真的非常大 眼睛闪闪发光 真是大呀 大鱼当然好 不过我们还是去钓小鱼吧 对 去钓小鱼吧 现在就去 巴达巴达 两个好朋友 又一起去钓鱼了 小朋友 今天的绘本故事分享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